龙年大吉588优惠专案 致富让您一路发 您要的筹码大师APP有 您要的过年优惠价有 您要的买卖讯号有 您要的常会期有 您要的大师指路线有 您想要的通通都有 现在加来填鞋表单或拨打优惠专线 0225426999 龙年大吉588让您一路发发发 选择筹码强势股操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荣新 昨天下午收盘之后大家都吓到了 外资昨天竟然卖了780几亿 是史上第三大 所以昨天下午到一次到晚上 所有的财经节目都在分析这个现象 历史第三大的卖呀 哇老师 是不是外资全力看坏未来的指数和股市 为什么会卖这么多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昨天很多的节目说 历史前几大也不一定指数就一定回来 而且历史的前四大20天之后 指数大部分都上来 可是他没有跟你讲的是 那60天之后有的是下来的 所以重点啊 重点只是现在外资卖超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红海的问题这么严重吗 还是因为信息市场的货币都在贬值 因为除了最近台币在贬值之外 包括亚洲的股市也都出现贬值啊 所以台北还不是贬的最厉害的 到底的外资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就这样 我们这样说吧 之前台币在升值的时候 就跟之前美元在升值的时候 大家不是想要把台币换成美金吗 美元定存利息又高 美元在升值 大家都想把台币换成美金 那后来在去年 新台币一路往下 11月份12月份一路往下 往下是升值 往下升值的时候 外资是不是一路的把美元换成台币 因为台币在升值啊 我即使不用干嘛 我即使不买股票 我就换成台币 我放了台湾 他升值我就赚爆了 当时我是不是也这么说的 所以这个就是资金移动的一个现象 当台币发现台币在贬值了 哇 那他原来的汇率是不是缩水了 那如果股市又跌了 以外资的角度 我一定先汇出去 先汇出去再说 所以外资昨天大卖的原因 我个人看法是因为台币的汇率 那我昨天在大致的话怎么说的 来 史上第三嘛 累计三天卖超了1324亿 其实也是极少极罕见 连续两天卖了1000多亿 也是史上最多的一次 那指数 就昨天来说 指数是回测跌破了季线 今天收盘涨了60几点 还没站上季线 差10点 那我个人看法 到底明天会不会站上那里不是重点 即使跌破 即使今天盘中跌破 今天早盘如果破了昨天低点 我也认为应该是买一点 因为季线是往上 包括新台币汇率 我待会会给各位看 因为新台币汇率刚好跟台北股 加权指数走是刚好颠倒 K线刚好颠倒 所以新台币的汇率往上来到季线的压力 那加权指数呢 往下刚好跌到季线支撑 那怎么看呢 很简单 跌到季线支撑 季线往上 有没有 季线还是上扬了 所以大盘随时会反弹 今天就反弹了 对不对 今天就反弹了 所以昨天晚上建议大家 不要恐慌追杀 当然今天有些股票 也好像不太真细 也在跌 有的股票涨 有的股票跌 今天好像台积电手的还蛮稳的 把指数推升了 涨了六十几点 有的股票涨 有的股票跌 不过 整体来说 我认为 最恐慌的状况 其实在昨天出现 你看看 有的人曾经这样说 外资卖100亿台北股市 大概跌100点 卖个200亿 大概跌200点 那昨天卖700亿 700多亿台北股市 为什么没有跌个700点 所以显然昨天的 称盘力道 季线的称盘力道 还蛮重要 还蛮大的 这是我昨天的看法 来 那昨天美股 其实都是回档 昨天其实费半跌了蛮深的 费半盘中跌了2.5%以上 收盘只有小跌 收盘小跌 所以四大指数都回档 费半是跌的比较少一点 那包括费半 包括纳斯达尔 其实K线都是收红K 算留了蛮长的下影线 美元指数在昨天 这两天升值之后呢 今天是回扁了 那新台幣稍微跌下来 算是回升 你看 前两天的亚洲股市 日经和南韩今天也上来了 也上来了 所以应该 没有那么悲观 这是我的判断 你看道琼 道琼昨天晚上 有没有 算是有收缴 他收了一个十字线 不过 当时道琼创新高的时候 不只是这里 在这里创新高的时候 我就说他背离了 这里再创一次新高 是不是两次背离 对不对 这里创新高 KD指数没过 再创一次新高 KD指数更没有过了 重点是MACD负项嘛 所以他一定要整理 他一定要整理 这是我在大概两个礼拜前就说了 对不对 好 S&P500 一样他创新高 请问KD过了吗 也没过啊 MACD也是负的啊 所以这里 如果你有做美股 你有做道琼指数的话 这个创新高绝对是不能追的 就是我讲的 MACD负降这里冲上去背离 你是要做短线上 你是要卖出去的 对不对 果然预期嘛 这其实很正常 那斯达克其实昨天收缴了 他还是红K有没有 虽然他收盘是下跌 可是他开低走高 拉了漫长的下引线 这是昨天的纳斯达克 那昨天的费半也是一样 算是开低拉起来 虽然收盘还是下跌 可是呢 昨天费半本来盘中是跌了2.5% 所以这个算是 低档有打桩表示 你看这里每次冲下来的时候 拉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都拉了下引线 费半显然低档的支撑蛮强劲的 重点当然都要挥达身上 我们大家看一下挥达的走势 你看挥达其实在 上上礼拜 1月5号 当天我就说挥达要开始涨了 因为当时挥达 站在所有短中长期均线之上 对不对 结果1月8号 上礼拜一 挥达飙涨 就飙涨出去了 所以你看这个 如果你有做挥达的股价的话 他真的是赚爆 你看这段 从490几 每次的低点就是利空 每次的低点都是利空 都是禁运 拜登的禁运 雷蒙多的禁运 对不对 当时我也在节目里面说过 这两个低点都是挥达的买点 好 那挥达既然创了历史新高 你看 这16号 昨天的17号 虽然没有再创高 不过 昨天挥达也是收了蛮长的下引线 昨天挥达盘中跌了快3% 收盘只跌了0.几%吧 收盘只有小跌了 收盘只跌了0.58 只跌了0.58% 盘中跌了将近3% 跌了2.9% 所以昨天的挥达是 经过震荡整理之后说红的哦 所以也把废半拉上去了嘛 对不对 昨天的废半 挥达有没有 本来跌很惨的 跌了快3%了 收盘拉起来 变成小跌0.58% 所以你看 上次的低点就在去年的10月31号 11月1号 当时废半就是10月31号那天去年10月底 拜登签署了50亿晶片的禁运 当天挥达也是一样 杀下去拉起来 虽然收盘还是跌不到1% 那天废半就出现了所谓的低档背离 所以你看 当天11月1号晚上的大事业化说 废半低档背离了 隔天盘前定领也说 这个地方要开始涨 废半低档背离 我提前预告 对不对 结果大盘就从那天 大事业化11月1号 隔天11月2号开始 开始的去年11月 大概2000点的涨势 不是吗 对不对 那美元指数我也是提前预告啊 预告怎么样 美元指数要怎么样 往下要贬值了 往下要贬值了 结果美元指数一路贬 贬了超过6% 最近开始反弹 今天稍微震荡 来 那新台币呢 我是不是也提早预告 新台币 高档背离 拜托 不要再什么 不要再把台币换成美金 因为台币要升值了 有没有 将值边转升 当时说的 结果这一段 哇 台币剩成这样 这两天的反弹 来 昨天我才说 台币扁到这个位置 因为台币跟指数 几乎是颠倒了K线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最抖 上面是加权指数 下面是新台币的汇率 你看 加权指数跌到哪里 跌到这里啊 去年的11月中 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一样 新台币汇率 扁回来 是不是一样 所以就几乎一样嘛 台币往下升值 有没有 那加权指数就往上走 那台币呢 台币汇率从这个开始扁 从哪里 从1月份开始扁啊 不是吧 这里扁 指数就回答 一样啊 所以重点关系在哪里 重点你就看看新台币的汇率 因为这个季线是往下压 逢季线的压力不是要回来吗 那这个加权指数 这一条是季线 季线是往上升的 所以逢季线的支撑 那不是要弹起来吗 这是我主任大师以后的意思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加权指数 今天虽然是红K 还不错啦 今天上涨60几点 但是距离是季线上要10点 我说重点 不是季线站不站得上 即使 未来几天破下去 我认为还是会弹上来 你不要在低点 恐慌的时候把股票卖掉 因为未来几天 弱势股会弹起来 有机会让你卖 不用急着卖在低档 OK 好 那电子类股呢 加权指数跑到这里来了 对不对 那电子类股呢 电子类股比较高嘛 是不是 那OTC呢 OTC有趣了 来 OTC今天是盘中创下 这波回答的低点 对不对 那请问KD指标有破低吗 即使明天OTC再创低 后天下礼拜一再创低 他KD指标的K值都不会跌破 这波的低点16.6 他会还有连续两天的空间 如果明天再跌 如果礼拜一OTC再跌 他KD指标也是不会跌破的 所以我认为 今天OTC回撤季线收缴 应该也是短线上的买点 所以结论是什么 结论来到这个位置 你就不要再卖了 若是等反弹再说 所以你看 这一波前年 去年年初 现在正在走这一段 前年年底11月涨了这一段 然后12月开始 12月开始往下掉 现在正在走这一段 等到低档背离之后 又要开始上来 这去年 这去年的三月份 这去年的年初 这1月到3月 这前年的年底的12月 前年的11月大涨 12月回档 懂了没有 现在正在走哪一段 走 涨多之后的修正段 这段有跌很多吗 其实也没有跌很多了 这里面的幅度的一半都不到 懂意思吗 所以涨了2000点 回个800点 能不能接受 可以接受啊 不是吗 所以拉回来 你是要找机会的 因为未来还是会上去 所以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 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你就扫描我们的QR Code 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你加入我们的Lite 有什么好处的 来 你可以看到 每天晚上的大世界化 还有每天早上的盘前叮咛 就像 1月11月 去年11月2号那天 对不对 提醒大家不要再卖了 这个地方开始涨 废半高档背离 废半的高档背离 低档背离也是在大世界化说的 所以大世界化 筹码表格 那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筹码表格 筹码表格 来 再来就是盘前叮咛 还有强弱事故的温度计 那这个就是在节目里面 不断的跟大家分享 这些 你在我加入我们的Lite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来 那怎么样看到呢 小老鼠L11 17899 加入Lite之後呢 来 你点击手机右上角 这个记事本 我们放大一点 涨这样 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说的几个内容 例如说 强弱事故的温度计啦 大世界化 在这里点 你也都可以看到 来 我们来复习一下 赢家的三大要件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 遵守纪律 这波 低一点的掌握 还有美股高档的背离 台北股市 MAC6的负向反弹起来做减码 是不是完全都在我的预测当中 重点是什么 当指数进入整理的时候 还是有股票涨了 我们今天还有两档股票涨停板 还有两档股票 恭贺涨停板 所以重点 重点不是说 老师这个盘要不要崩盘啦 不是 因为来到季线 这个地方有支撑 重点是 你要切入到什么股票 这些股票怎么来的 来 量价筹码 所以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 再来就是遵守纪律 来 你看一下我们每天晚上的筹码表格 筹码表格 例如说 来这几档吧 你看 大盘从 1月2号开始回档 这十几天 到现在是第13个交易日 这12天 12天来讲 大盘其实是大概跌了3.3% 大盘加权指数跌了3.3% 你看 12天这12天 外投本比 也就是说 外资加投信买卖超的 怎么样 买卖超的前15名 平均竟然涨了21.9% 大盘是跌了3点多% 不是从月初跌到现在吗 是不是 但是 大盘大买的股票 外资加投信 平均竟然涨了21.9% 那投信重压的前15名呢 也涨了8%多啊 也涨了8%多 那你看这些股票 亚细新通 不都是我们在节目里介绍的吗 富士达 是不是 智元 来 我们来看一下 3035智元 对不对 又来 6113 亚细 是不是 涨翻了呢 6805 是不是 富士达 都是我们介绍的股票啊 不是吗 所以你看 有没有股票找 有啊 重点是你要怎么找到 这里有 这里啊 包括亚细都是啊 好那投信买的股票在这里啊 赵利富士达也是富士达 有啊 有没有 细创 M31 6643 我们看一下 M31 6643 有没有细创 有吧 是不是 所以 其实蛮简单 你照做就好了 M31 很强 很强啊 最近这几天大盘不是跌翻吗 从年初跌下来 现在 你看M31什么时候开始 从年初涨上去 跟大盘是不是完全相反 重点在哪里 重点不是看指数 重点是 选什么股票 这些股票怎么来的 量价筹码打分数 所以 讯号 这个是给各位看筹码的 那我们讯号 讯号在这里啊 量价筹码打分数啊 来 像最近最热门的 神盾 对不对 本来护国神山 现在 媒体开玩笑说 现在应该是护国神盾 你看 护国神盾 我们是 去年11月24号出现 第一个加码形状 当时的量够大 那这个地方要过了 就真的过了 结果到了 今天 182.5 好像涨不太动 其实 这些股票 你就按照我们 纪律操作 这一段 因为MACD值比较高 所以这段没做 我节目里面提过很多次 包括安国 安国的最后一段 这段我们做得到对不对 来 这段涨了200多% 在120附近 我们调节掉了 这里我们调节掉了 因为在这里弯下来 因为他平常讯号在这边就出来了 所以 后来创新高 143这段 从120到143 从这段 这段我没做 我也在节目里面说 因为MACD值过高 这里我们系统 也没做多讯号 那我们就 把最好赚了一段 从30几块 到120块 200多% 30几万 10张30几万 变成120万 好不好赚 当然很好赚 重点是 你要有方法 第一个 你要找到他 然后呢 真的扎扎实实 报一个波段 对不对 那例如说 很多人 安国买不到 神盾买不到 怎么办 就买心底 心底其实也不错 我们这里出现讯号之后 也涨了不错 来 涨到哪里 涨到九十几去了 对不对 你看 好 重点我记得在 16号那天 前天吧 前天老师收上线 短线上怎么做呢 我是不是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除了波段 我们还有短线的讯号 就是我们APP上面的 大师指路线 这条线呢 它是一条均线 蛮有趣的均线 因为这条均线 我也测过了所有股票的 及时讯息 所以我特别把这条线 做在 因为一般来讲 你要看 看短线 大概看 有人看五分线 十分线 三分线 都有 对不对 找条均线来测 那我们的做法 我们把这条均线 放在你盘中 及时系统上面 你就不用切换了 不用看K线 你直接看盘中及时系统 你就能掌握到 这条均线 真的很精彩 来看一下 安格当天也是 前天 所有的常上影线 老师用你的大师指路线 怎么出勒 来 那天不是都涨停板吗 那天 神盾涨停板买不到啊 前天啊 来 你看 有没有 破线下来了 有没有 你早上想它会涨停 买进去 破线下来 你这里要不要走 尾盘这里 差七八% 有没有价差 很大的价差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两天 其实今天好像 这两档 尾盘差不多站上了 给我看一下 昨天又一根黑的嘛 是不是 这两个昨天又黑下来啊 昨天又下来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 老师今天看不出来呢 来今天 今天看得出来吗 日前看不出来的 有没有看到 安格尔的尾盘 都站不上 这里好像站上了 有没有 心底 是不是 这里好像也跌不下去了 这样懂了吗 你想要去买安格尔心底 看起来今天尾盘好像可以买 早盘是不是在下面 是不是 尤其是心底 一开盘就破线了 这样有没有懂 所以很简单 破断 我们有破断的机制 例如说强势股 不要追嘛 拉回来你又不晓得跌一天跌两天跌三天跌五天谁知道 等 等他 击杀 看起来不跌了站回来买 那如果破线呢 破线风险他一两趴嘛 站上去买破线一两趴走人 顶多风险一两趴 对的话呢 对的话买进去 就直冲啦 经常有这个现象 所以 最简单的方法 把我们APP带回去 真的很简单 因为 破断我们有破断的机制 短线我们有短线的法宝 就是什么 大师指不限 你看迅捷 这冲上去之后 老师这两天回来 昨天我们说迅捷你要闪人了吗 有没有看到 我们昨天滑太阳闪 我们昨天闪到这里 有没有 迅捷有说你要闪啊 前天要涨停板 昨天怎么看得出来 这里看得出来 对不对 你看看不看得出来看不出来 盘中看得出来 懂了没有 这就是技巧 破断我们有破断的方法 短线你拿一半来做短线嘛 价差也不小 这价差也不小吧 是不是 今天又下来了 那怎么样 明年再买回来就好了 是不是 那是不是不少 不少 从昨天卖到今天收盘 10%都有了 是不是 这就是方法嘛 看华泰也是 华泰 我记得 前天我说62块很想出 我直接在节目里说 晚上直播 今天晚上又有直播 今天礼拜四 礼拜二直播我当天就说 那天62块我很想出 结果呢 隔天昨天又来62块我就出啦 我说出到 最高62我出617啦 是不是 结果出版要掉下来盘下来 掉到盘下我还考虑要不要买 我还没有想要买回来 我想把资金 可能放在更强的股票上面 我可能就不要华泰了 我再找标的 那如果老师我有华泰呢 你华泰按照信号做就好了 因为这里是启动嘛 拉回来还是可以找买点 但是我可能 选择 看有没有更强的标题 来把资金做做有效的发挥 所以你看 团队权力资源 绝对胜过你一个人 单打独头 因为一档股票要涨 不是你说了算 或你想 他怎样 他就会怎样 你要想 他如果 跟你想的不一样要怎么办 对不对 那如果跟你想的一样 你又抱得住吗 这个真的不容易 要什么原因讲 你看 亚细 这一波今年最强的股票 开春 这去年封关日嘛 12月29号 来 结果涨了四根停板 五根的 涨了67.9% 有没有 一路往上冲 从去年封关开始 一路涨 涨到现在 平常需要出来没有 没有 还在呢 很简单 续报啊 就续报啊 就那么简单 买进去报一段 那平常需要出来 平常需要出来 卖掉你还是大赚了 对不对 文页呢 也是 11月11号才分享 三角形跟着箭头 三角形95分 箭头也是95分 所以连续两天95分的 自由生他是 凤毛麟角 我是不是讲过一百遍 对不对 好 你找到这样的股票 你就找机会切入嘛 到了昨天 今天还要创这个反弹的高点 所以大盘不是跌了3%多吗 从今年开春一路往下掉 掉到今天终于小反弹 可是你看 有没有股票逆市涨 有啊 这些股票都跟你讲的不一样 跟大盘不同部 不是吗 来 来 富金通 今天又一档股票 谁涨的 富金通 富金通就很精彩了 真的精彩 来看 来 有没有 启动 这里卖掉 又跌一大段 从 20块不到 20块 涨到50块卖掉 50块要跌回30块以下 30块附近又出现续靠 现在又涨到38块 今天又涨停了 有没有 今天又涨停了 有没有 已经涨20%了 是不是 所以真的很精彩 20% 有没有 这里50块卖掉 几块买上来 今天又涨8块了 蛮精彩的 还有哪一档 打运呢 6120 有没有 1月9号 因为才上礼拜二的事情 才上礼拜二 来 打运 这一天爆大量 1月9号 老师启动讯号竟然黑K 黑K 来 隔天涨停本来记得吧 隔天 有没有 就这天 我说你看 大师子路线 你玻璃可以买到盘下 这里 收涨停 打运 强制股纳会 你可以买到盘下 这里站上了 攻涨停 是不是 玻璃那天差十几% 打运也差十几% 就这根 老师上线那么长 爆大量黑K 有没有 来 前天 今天涨停板了 爆大量黑K的高点要过了 是不是 有没有 打运第二根涨停 第二根 两根 所以你看 是不是不一样 就是选股 选股和买卖点的掌握而已 选股你看 看着波段讯号 买卖点的掌握 你盘中你可以看着大师指路线 就很简单 对不对 来 所以不用羡慕 你也可以做到 最简单的方法 把我们的工具带回去 对不对 跟着大师角色讯号 你的操作可以很轻松 铺断 用铺断的方法 短线 你有短线切入的标的 短线切入的方法 所以来 龙年大吉 588 致富让你 一路发了优惠专案 你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刚好现在大盘回测到季线 那不就是你的机会吗 你看 最近大盘表现如何 从年初跌到现在 跌了半个月了 对不对 可是你看到 我们在节目里面 不断的跟各位分享的那些股票 一档一档都还在创新高 强不强 真的很强 所以 重点是选股 而不是指数 那刚好指数有拉回 不就是机会吗 所以你现在没什么好考虑的 你就想办法 现在 立刻 马上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 来 这个量价筹码打分数 真的很厉害 望西 一拳 来一拳冲上去了 这两天拉回来 两根停满之后拉回 老师一拳怎么看 怎么看 续爆啊 对不对 这里出现讯号 两根涨停之后拉回 并没有破坏多头的走势 就续爆 那 你要 关心的是 有没有股票跟这里一样 重新开始涨停 起账了股票 对 像这档叫什么 这档玻璃KY 你看 玻璃KY这根 在这里 长下影线也是 那天 用大师指路线 赚十几%了 好 那这两天在高档震 老师 很简单 续爆 像这里 他如果平常续爆出来就卖 这里再买回来就好了 对不对 照做嘛 其实真的蛮简单的 望西来 创新高 续爆啊 续爆 没有出现平常续爆 又说你要成为赢家也很简单 杨华 杨华今天创破坏新高 是不是 所以这个都是在节目里面分享的股票 跟大盘 同步吗 不同步啊 所以你看到这些股票 你认为大盘在跌吗 不是啊 那为什么这么厉害 选股啊 都在问题都在选股啦 所以你看 富士达 冲上去之后 续爆 并没有平常续爆 富士达也是最近今年度 蛮强劲的股票 不是吗 对不对 来 所以你看 AI智能选股 我们已经把 复杂的事情 简单化 复杂的选股 复杂的操作 复杂的买卖 我们已经 把它简单化了 你看 是不是 最强的武器装备 你面对这个 你面对这个股市 你就不再是 赤手空拳 你应对你可以 非常的轻松 细微 你看 有买有卖 是不是 昨天才出现 平常讯号 转空了 就卖啊 趁反弹就减码就对了 是不是你可以扎扎实实 从这里爆到这里 是不是又是一大段 这里70几% 你卖掉是不是 至少还有60% 是不是 还有60几% 这就是赢家的策略 所以你看 有买有卖 操盘轻松自在 不是吗 所以一定要懂得买 也要会卖 来 雅系 又是几% 对不对 波利 38% 好你都看到 富士达创高30% 都是最近很强的股票 大盘最近表现不好 可是 文业今天创新高 对不对 杨华今天创新高 富京通今天 第二根涨停板 达韵今天第二根涨停板 不是 你要什么考虑的 对不对 拥有自付APP 来 岁末年终 年终奖金 老板不给你自己想办法赚 希望 在过年的时候 帮家人 赚一个大红包的 吃好的 穿好的 出去玩的 去旅游的 来 把握这次 龙年大吉 588 588 资付让你 一路发的优惠专案 你现在真的没有好 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因为 大盘 刚好 年初跌到现在 刚好回撤了 上 上扬的季线 那不就是好机会吗 技术面回档 回撤支撑 是非常好的机会 重点是旋骨 你看 一档一档都在创新高 所以 你真的没有好考虑 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龙年你要赚个大红包的 龙年大吉 588 资付让你 一路发的优惠案 你就想尽办法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我等你的电话 我们明天见 你想跟上最专业的效率操作吗 记得订阅我的LINE YT和TG 这样才不会错过 筹码大师 最贴盘的资讯